第三章 劝门徒思念上面的事 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慰 邪情 恶欲 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撥溢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毁旁 并口中污蔚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漸漸更新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欺利尼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 西古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 爱心是联络全得的 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 圣结蒙外的人 就要全怜悯 因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严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遥恕 主怎样遥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遥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照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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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上帝 无论作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 感谢父上帝 劝夫妇父子 主博 各尽其分 你们作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作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抚待他们 你们作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作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育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将是土人喜欢的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作什么 都要从心里作 将是给主作的 不是给人作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易的 必受不易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谢谢大家